明川老師你一個月 不吃不喝的基本開銷 要三十幾萬 哎呦喂啊 我有房貸 有車貸 有保險 有爸媽要養 有員工要養 諸如此類的 所以這些基本的開銷 就是躲不掉的嘛 省省省 已經省到不知道該怎麼省了 就開始在省自己的伙食費啊 因為你知道嗎 我那個一個月菜錢 也不過七八千塊菜錢 我以前 可能今天收工比較晚 然後就會約家瑋說 走 我們去吃飯 可能一餐就吃了七八千塊 那因為我們是賣水果的 所以大家反而在家 他更需要這個需求 然後只是說他的需要就變成 他不能出來採買 他需要我們宅配送過去嘛 那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啊 那我們就服務大家 反正我那時候也 也沒有事做 我就服務大家 但我覺得剛剛老師 講得滿準的 因為我 我好像是 滿會鑽那個縫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在賣水果服務大家 然後我在 我在我的那個 朋友的社群網站上 看到有人在賣那個 他們家是賣那個 日本料理的嘛 那他就是因為不能店裡食用 所以他就只能做外送對不對 然後我就立刻 跟我的朋友聯絡說 你要賣日本料理 我覺得我的這個水果 某些很適合跟你搭配 因為你吃完日本料理 你想來一個日本的水果 我覺得很合理吧 我說要不然我們就是 在一起賣賣看 是剛入行 而且一入行就一泡而紅的田姐兒 是 那時候小甜甜啊 跟他的少女歌手形象就很紅 那你要知道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 覺得少女歌手就要怎麼樣 第一個 清純 是 第二個要不問世事 是 第三個就是要不問那個你知道 不食人間煙火 是 然後我在幫他化妝的時候 是近距離嘛 我們化妝那麼近 我就是每天早上化妝的時候 聞到濃濃的煙味 酒店妹 我想說 酒店妹床演藝圈 一定是又抽菸又喝酒 但是表面就是一個甜姐兒 是 小事都一直跟你商量 嗯 比如說要買什麼小東西啊 然後 反正這種小事 他都一直要跟你商量 大事他都不跟你商量 比如說他要離職 嗯 他就離職了 他也沒跟你商量說 那這個財務啊 這個交接啊 當時當下 第一時刻何嘉雯打給我 就說你知道嗎 就是他老公 David說他離職了 我說 他不是上次才聊而已嗎 他說他離職了 我說所以是準備 他說已經 已經 他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電話裡 他是全程翻白眼 然後 飆高音 氣在這裡這樣 對 飆高音 因為當下 你問他的其他問題 他都會回答不出來 比如說你問他說 OK 那 那現在少了一份收入啦 那這個家計怎麼辦 他就會 喔 對喔 然後你就問他說 那你已經找好 下一份工作了 沒有啊 因為他知道 大環境不景氣 是環境的關係 不是我自己造成的 那既然不景氣 那也不需要自圓自海 我不如趁這個時間來 來充實自己一下 那時時刻刻給自己 保持著一個敘事待發的 這種狀態 那我們都聽過有句話 不怕不景氣 就怕不爭氣 這句話 在這些人身上來講 是真正的發揮出來 基本上他們保持的一種 這種人身觀是 朋友在精不在多 他們的朋友真正 他們是自己認定是 朋友的這個對象 可能不是很多 可是他一旦認定是朋友之後呢 他其實真的是會對朋友 一樣是這種掏心掏肺 會 詞聲宣佛